别人看来 林生茂副省长百忙之中来苏西 是因为女儿的幸福 或许不懂内情的人 会为他这番全权父亲之情而感动 可真正明白的人 谁不知道 我的爱人是横月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千金 林生茂副省长直言不讳的话 让包括陈省长在内的人 都误以为我真的与他女儿有过约定 只有我明白 他是故意这样说 要把我摆在火上口 倘若我拒绝 就是直接得罪了他 一个小小的副省长 得罪一个位高权重的副省长 岂不是自取其辱 我冷汗沉沉 心里虚得几乎不能自己 欢迎晚宴场面并不大 寥寥的两桌人 一桌是以陈省长 林副省长 市委陈书记为首 陪同美国的乔治先生一行人 这桌是省长们的随从 县市公安局长和我 本来刘启蒙与表舅也在我这一桌 临开席的时候 陈省长将刘启蒙叫到他的那一桌去了 两桌子人 官位从高到低 一目了然 晚宴上开了两种酒 红的白的 红的是长城干红 白的是茅台 本来辉煌宾馆准备的是晕头大曲 魏严按照政府要求上的指定鸡带酒 被前来检查的余县长骂了个狗血淋头 陈省长是尊贵的客人 怎么能喝本土的晕头大曲 万一喝出个问题 谁来担责任 换了酒 陈省长一上桌 眼光看到桌子上的茅台 当即笑呵呵地指着酒说 乔治先生 这个茅台酒 可是拿过万国博览会金奖的 乔治先生听完翻译 面露难色地说 省长先生 本人不能喝白酒 陈省长笑道 到我们中国来 岂有不喝白酒的说法 特别是茅台 一定要尝尝 乔治先生 中国的酒 有自己的酒文化 所以 我们喝的不是酒 是文化啊 刘密斯听得懂中国话 这家伙在中国混了十几年 比中国人还净 当即接口说 省长先生所言极是 中国的酒文化 其实也是生意文化 大多数的生意 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 缺了酒 就好比一道精美的菜肴里 少了盐 不但寡淡无味 而且难以下咽 陈省长看了他一眼 意味深长地说 刘密斯先生 你可真是个中国通 刘密斯自负的微笑 与乔治低声耳语了几句 乔治就眉开眼笑地说 省长先生 到了贵国 当然得入乡随俗 为了我们合作愉快 今天我们就让酒文化 把项目合作的事敲地 乔治说话 必须要黄 微微翻译 陈省长等了半天 才发现黄微微 在我这一桌 于是招手道 小黄同志 你可不能溜号啊 你不来翻译 我岂不就成了 笼子哑巴了 你过来我身边坐吧 黄微微还在犹豫 我悄悄扯了一下 她的一下摆 示意她过去 黄微微瞪了我一眼 眼光扫到坐在 我另一边的林小夕 笑吟吟地说 玉丰 我得过去 你少喝一点 又看着林小夕说 林记者 你帮我看着啊 林小夕笑嘻嘻地说 你放心 我在 她不敢乱来 两个女人 一问一答 话里藏着玄机 只有我 才能听得出来 黄微微一走 我就感觉桌子底下的脚 被踩了一下 刚想低头去看 一侧脸 看到林小夕 似笑非笑的一张脸 顿时明白了过来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又感觉手心里塞进了一只软绵绵的小手 手指在我掌心里挠着 痒得我差点不能自制 两张桌子本来隔得不远 林小夕的小动作 不能掩盖所有人的眼光 我慌慌张张地抽出手来 双手交叠放在桌子上 正金微作等着领导发表铸酒词 一场晚宴 无非是功仇交错 毕竟有省领导在场 没有人敢梦了 等到酒进栏杆 乔治一帮子人几乎都醉眼朦胧 倒是我这一桌 酒喝得特别少 甚至项鱼县长 几乎就没端杯 我不管不顾 喝了不少的酒 因为在我看来 现在有了那么多的领导在 基本就没我多少事了 何况多喝点酒 还能掩饰我的慌乱与不堪 到散席的时候 黄薇薇过来看到我一脸酒意 不满地对林小夕说 林记者 你可没照顾好人 要是我在 她一杯也喝不了 林小夕笑道 男人喝点酒 对身体有好处 何况这样的社交场合 独善其身 不是最好的选择 黄薇薇鼻子里哼了一声 轻轻推了我一把 说 喝死你 林小夕脸色一沉 说道 你这人 怎么想要她死呢 黄薇薇一愣 脸上浮现出一丝羞残 随即浅笑道 她死与不死 都与你无关 我叫她死 她未必就死了 林小夕眉毛一跳 反唇相机说 难道与你有关 眼看着两个女人唇枪舌剑 要闹出一番式来 我急了 黑着脸说 你们这些人 也不看看场合 都不要说话了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各自低下头 不再出声 晚宴结束 送走了乔治 他们上楼去休息 我正想走 却被陈省长叫住了 小玉 你跟我来 陈省长突然叫我跟他走 所有人都愣住了 刘启萌陪着笑脸说 省长 这一路舟车劳顿的 您先休息吧 明早让郁县长去找您汇报 陈省长面路不悦 朗声道 老刘呀 我可不娇贵 这次来你们春山县 除了促成外资的投资项目 我还有另外一些事 需要掌握情况 现在好了 美国的投资 铁板钉钉落实了 下步就要看你们是怎样操作了 我们要保证让别人赚到钱 前提是 我们自己也要赚到钱 陈省长的话音刚落 大家就一起鼓掌 一边是为项目落地 一边是陈省长来春山后 这算是公开讲话 同志们 我们现在遇到了历史空前的机遇 进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 重蹈覆辙 过去 我们口袋里没几个钱 未来 我希望每个人的口袋里 都能有让腰杆子挺直的力量 这次来 我很高兴 春山县的领导班子 没让我们失望 横跃市的领导帮子 也是个团结向上的好帮子 你们能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 是值得推广和表扬的 我在想 回去后 省委省政府也要开个会 总结一下 你们自己也要总结 我认为 你们这套思路 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苏西模式 或者叫春山模式吗 陈省长的话 高度赞扬 我偷眼去瞧陈书记他们 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喜笑颜开 突然 窗外一声霹雳 旋即 倾盆大雨落了下来 我的心紧跟着缩了起来 这场大雨 会不会将我的剪彩庆典仪式 打得体无完肤 夏季的雨 来得快去得快 大耳朵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 一道道闪电 划破长空 这场雨 不像是去得快的样子 陈省长举步往外走 我们一窝蜂地跟着他 站在辉煌宾馆的大门口 眼前是一道遮天蔽地的雨帘 地上的积水已经汇聚成了一道道水流 争先恐后四处横流 好雨 陈省长赞叹着 回转身 往楼上走 我还在愣正 一边的黄微微推了我一把 低声说 还不快去 陈省长让我单独跟他去房间 这是一个诱惑 也是一个火坑 宴会厅里的所有人 除了林副省长外 其他人 谁不希望省长能单独找自己谈话 即便如我 表就何致 我估计此时也是望眼欲穿 陈省长放着这么多高位的人不选 偏偏就点了我的名 这不就是把我数为一个目标了吗 而且这个目标如此显眼 以至于让拿着猎枪的人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我打下来 我叫苦不迭 却毫无办法 只能跟在陈省长屁股后 一步一驱 省长下乡 无非走访调研 中国人有个唯我独尊的思想 都喜欢把比自己小的城市叫乡下 比如北京人 在他们眼里 北京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 中部省的人一样 除了省城外 其他地方也是乡下 以此类推 横跃市的人 把我们春山县一样叫乡下 而春山县的人 县城以外的地方 都是乡下了 陈省长此次下乡 绝非走访调研 如此一来 少了不少的繁文入节 而且陈省长此次前来 事先并未打招呼 他人来得突然 也无其他安排 目的就指一个 落实美国公司 在春山县的旅游投资 其实 像投资这类的小事 根本不需要 陈省长这样 举足轻重的人物出面 中部省一年吸引投资无数 五湖四海的都有 像刘密斯这样的外资公司 也不在少数 如果每个公司的投资 都需要陈省长出面 他就是三头六臂 也无法适时公亲 因此 陈省长亲自来参加 春山县苏西镇的投资洽谈 给外界留下 无限多的想象 陈省长的到来 很多人如临大敌 只有我 心里敞亮得很 在我看来 我一个小小的副县长 天塌下来 压不到我 现实与我的想象出入太大 陈省长什么人也不找 一来就点我的酱 让我无路可退 站在省长的房里 我双腿不由自主地抖 眼睛不敢乱看 盯着脚底下铺着的一张地毯 企图在一尘不染的地毯上 找出一粒微尘来 陈省长的房间 是辉煌宾馆的顶级套房 这套房 自从装修好后 只有官培山住过几次 我过去只是听说 从未见过 毕竟辉煌宾馆现在属 梁天行的私人企业 我们县政府与它 只有业务上的联系 而无任何的行政隶属 坐吧 陈省长亲切地招呼我 我并拥双腿 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双手搭在膝盖上 挺直胸脯 放松点 陈省长依旧微笑 笑容如春风一般拂过 我离开嘴 笑了笑 掩饰着内心的慌张 都准备好了吧 他突然无来由地问我 我抬眼去看他 想从他的眼光里读出这句话的意思 我是问你惦记的事 怎么 没想好吗 陈省长不怒而微 虽然是微笑着说话 却像一个巨人举着一柄利剑般 随时要刺破我的胸膛 都好了 我惊醒过来 赶紧调整心态 心里想 他又不是老虎 还能吃了我不成 说说 下步 你是如何打算的 我宁神静气 暗自轻轻嗓子 开口道 省长 我这是借机生蛋 陈省长似乎被我这句话惹得兴趣大增 当即问道 说说 怎么个借机生蛋法 我们春山县经济基础薄弱 特别像苏西这样的民族混居地 虽然解放几十年了 生活条件还处在刀根火重的时期 但是春山县有资源 这些资源一旦开发 必将成为取之不竭的财富 陈省长若有所思的点头 问道 你说的资源就是旅游资源 我肯定的点头 认真的说 省长 春山县无工业基础 农业基础也不好 但春山县的山水 横跃地区无人能出其右 就是中部省 与之比肩的 也是撩如陈兴 而且春山县不但是革命老区 还是古战场之一 不但有无数的自然景观 也有许多流传千百年的人文景观 我打个比方 春山县就好比是养在深闺里的美女 还从未露出真面目 陈省长对我一通说辞 弄得笑容可拘 看我停下来不说了 挥手道 继续 你继续 我知道省长很乐意听我的汇报了 于是抛开顾忌 侃侃而谈 古话说 三分人才 七分打扮 春山现在美 也需要梳妆打扮 可是梳妆打扮要钱啊 虽说天生丽质 毕竟不能一不遮体见人啊 所以我就想 何不借别人家的钱 给自家的姑娘打扮一下呢 陈省长被我的一番比喻 说得笑出声来 他高兴地拍着沙发扶手说 不错 不错 小玉县长 你的思想蛮好 再继续 我陪着笑说 姑娘总是自家人 不怕别人抢了去 陈省长笑道 姑娘总是要嫁人的啊 当然要嫁人 可是我想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 嫁出去不行 只能入赘 愿意入赘的 我还要看人品 要是人品不好 想入赘我的门 还万万不行 陈省长哈哈大笑起来 指着我说 你这小家伙 鬼点子很多吗 我心里一阵欢喜 陈省长这么说话 表示他不但认同我 而且很赞赏我 我这次来 就是想看看你们究竟在弄个什么花招 招个商 还把人家老板招来了 一个跨国公司的老板 可不是轻易出门插手这么个小项目的 哪个叫刘密斯的美国朋友 在我面前把你吹得无所不能 我就想啊 我中部省还有这样的人才 所以我就来看看了 看看你们是怎么把人家忽悠的 我正色道 省长 我是党的干部 不忽悠人的 陈省长愣了一下 又哈哈大笑起来 笑道 小玉县长 算我说错了 陈省长的道歉 就像是打了我一个耳光 我立马后悔起来 看来我这个口无遮拦的毛病 还是没敢 我伸手拍了一下自己嘴巴 抱歉地说 省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陈省长微笑道 你没说错 我们共产党人 不会去忽悠人 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只要能帮助我们服务得更好 什么人都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我忙不迭地点头 态度诚恳认真 陈省长突然话锋一转 问道 小玉啊 这里没外人 你得给我说说 林省长的千金 与翻译的小黄同志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吃了一惊 心里像是突然扔进去了一只耗子 抓挠得我十分难受 实事求是的说 陈省长收敛了微笑 微严地说 按理说 你们年轻人 个人生活我们不能干涉 但你不是一般的年轻人 组织是有必要去关心和爱护你们的成长的 我背上又开始冒冷汗 我知道 今天要是解释不清楚 从此将会给陈省长留下 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念如半天 低着头轻声说 省长 我们没什么事 是吗 陈省长声音显得有点亲密 真的 我加大声音说 真没什么 要是没什么 老林会千里迢迢跑来春山县 我请林副省长来剪彩 屁话 陈省长骂了我一句 老林虽然是副省长 他的主要工作还是省公安厅 一个搞公安工作的人 与你的经济工作 扒杆子也打不在一起 可是 省里我不认识人啊 我只认识林小夕记者 我言不由衷的辩解 你小子 把我老头子当作三岁小孩子 陈省长似笑非笑 我哪里敢 我低声嘀咕 不敢 不敢 还不跟我说实话 我知道 再不原原本本说出这里面的东西 我是逃不掉陈省长这一关的 于是我将如何下乡搞社教 如何认识黄微微 又如何认识林小夕的事 简单说了一遍 陈省长听完后 兴趣地问 你搞过社教 我点头承认 好 他似乎陷入了沉思 吐出这个字后 一言不发 我的未婚妻是黄微微 我强调一句说 知道 陈省长不耐烦地说 我又没乱点鸳鸯谱 我跟林小夕只是朋友 朋友 陈省长锁紧眉头 老林亲自出马了 你不考虑一下 我坚决地摇头 你要是有个做副省长的岳父 前途不是一片光明吗 爱情是爱情 我不会拿爱情与前途交换 真话假话 陈省长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们聊天聊到这种地步 已经超出了工作的范畴 真话 好 陈省长一掌拍在沙发扶手上 大声说道 我们当干部的人 一定要坚守底线 要有抵得住所有诱惑的能力 要有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 我希望我没看错人 小玉县长好好干 最后这句话 几乎就是送客的前台词 我直去的起身 准备告辞 陈省长抬眼看了我一下 问了一句 你们春山县有份内餐在省里 你知道吗 我差点站不住了 赶紧摇头说 不知道 陈省长 窝了一声 起身走到窗户边 拉开沉重的窗帘 屋外电闪雷鸣 大雨似乎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这场雨 究竟是来得及时 还是不及时 陈省长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不敢搭话 垂手站在她身边 看着雨打玻璃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明天我就不参加你们的活动了 小玉啊 有空来省里做做 我还想听听你家姑娘入坠的故事啊 我忙着点头 诚恳地说 省长 我一定去给您汇报 她没转身 朝我挥挥手 示意我离开 我迟疑了一下 张了张嘴 没发出声音 转身出门下楼 下到楼梯口 看到下面站着一堆人 市委陈书记也在其中 眼巴巴地看着我一路下来 陈省长不出席苏西镇的剪彩活动 我把消息告诉所有等着我的人 有人叹息 有人暗自高兴 陈省长不去 市委陈书记当即表示也不去了 陈书记本身不在我的邀请之列 因此他不去 我一点意外也没有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块倒下 后面的紧跟着倒下去 我的表舅也表示说 省长书记日里万鸡 能亲自来一趟春山县 已经实属不易 至于剪彩这样的小事 不出席正常 而且他也因为手头有几件 亟带处理的事 也无法参加苏西镇的剪彩 市里的领导全军覆灭 没一个人参加苏西镇的剪彩电机活动 我的心里顿时空荡荡的不好受了 省长已经休息 再待着毫无意义 陈书记让大家各自回去 明早一起送省长启程 屋外的大雨丝毫没有停息的样子 由于雨来的突然 没有几个人准备了雨伞 陈书记要大家走 也没人走得了 刘启蒙书记陪着陈书记 挥挥手对我们说 大家都散去吧 他送书记上楼回房间 临走前低声对我说 你等一下我 我点头 眼睛看着外面的雨 心急如焚 要是这场雨一夜不歇 苏西镇岂不会变成泽国 苏西新镇 城镇配套设施都是邓寒宇做的 他这个人 我仿佛永远也放不下心 围着我的县里干部 都等着我说话 我叹口气说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希望你们明天都去苏西 大家都点头答应 说御县长发话了 大家一定不如使命 就是下刀子 明天也一定去苏西 等到干部们逐渐散去 我才发现 五角落里还站着一个人 我走过去 发现是林小夕 双手互相搅着 低眉联手的 一副十分乖巧的样子 你怎么还不去休息 我问 眼睛扫一下大厅 除了两个服务员 再没看到一个人 我等你啊 他抬起头 张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说 等我干嘛 我皱着眉头问 现在是多事之秋 我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我身后 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 稍有不慎 就会遭受弥天之灾 你怕了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一阵尴尬 说实话 他的话击中了我的软肋 我确实担心 怕他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说出一些出格的话 要知道 黄薇薇就在这座宾馆里 或许正在某一扇窗户背后 看着我 你胆敢做 怎么还会怕呢 林小夕步步紧逼 眼光如刀 割得我体无完肤 以后再说 好吗 我压低声音说 小夕 现在是关键时期 我们不要影响大局 好吧 我影响你什么大局了 林小夕冷冷地笑 是不是黄薇薇在 你怕了 我怕什么 我提高声音 外强中干地说 你觉得我是怕事的人吗 好 林小夕双手机掌笑道 既然你不怕 现在就跟我走 去哪 我为难地说 刘书记让我等他呢 等什么等 林省长还在等你呢 林小夕站起身 盯着我的眼睛问 去不去 去哪 我家 林省长在你家 我疑惑地问 他是一个父亲 来到自己女儿的地方 不去女儿家 还能去哪 林小夕咄咄逼人 我嗷了一声 无言以答 你去不去 怎么像个妇道人家一样 磨磨蹭蹭的 现在我真去不了啊 我摊开双手说 要不 我晚点再去 请示林省长 你自己看着办吧 林小夕说完这句话 扔下我就往雨地里跑 她没带伞 这一出去 岂不会变成落鸡汤 一个女人 在雨里 就如雨打梨花一般 落阴遍地 我一把拉住她 她挣扎着说 放手 我细声细气地说 你没带伞 不能出去淋雨 管你什么事 她毛茸茸的眼睛盯着我 脸上略过一丝微笑 关心我了 我叹口气道 小夕 你懂点事 好吗 她轻笑一声道 你要我怎么懂事 我们不任性了 好吗 不好 小夕 你这样 我心痛 真的吗 林小夕笑容越发丰满了 她伸过手来 按在我胸口 调皮地说 我看看 究竟有多痛 她这样亲密的举动 让我手足无措 这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尽管没几个人 但只要有一个人看到了 都等于上了头条 我侧眼去看服务员 果然看到他们躲在一边 抿嘴偷笑 我脸色一沉 大声叫道 你们 有伞吗 拿过来 送林记者上车 服务员被我一鹤 吓得赶紧收敛了偷笑 慌不迭地从服务台里 找出一把雨伞过来 我接过来打开 轻声对林小夕说 来 我送你 我不走 她突然变卦了 倔强地站着不动 我心里一急 问道 干嘛 我等你 她还是调皮地笑 不要等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 我安慰她说 你不要担心 我一有空 马上就过去 请示林省长 鬼才相信你呢 林小夕撅起嘴巴 抓起我的一只手说 我怕你等下去 黄薇薇房间 我哭笑不得 说道 她是我未婚妻啊 我呢 算什么 她抬起头 盯着我问 我迟疑着不敢回答 我帮你说吧 我是你的情人 是不 她的脸上照上来一层捉摸不透的微笑 她越笑 我心里越没底 胡说八道 我责怪着说 谁说的 拿我是你 什么人 她又开始步步紧逼 朋友 朋友 林小夕柳梅一树 声音高了许多 玉峰 你说清楚 什么朋友 我赶紧朝她摆手 哀求着她道 姑奶奶 小点声好不 你还是怕啊 我跟你说 玉峰 你今天不说清楚 我就不走 她居然静止走到大堂里的一张大沙发上坐下来了 我跟过去 在她身边坐下 低声说道 姑奶奶 我们是男女朋友 你是我爱人 好不 她展颜一笑道 好呀 拿你亲我一下 我吓了一跳 说 这地方 不行啊 不亲我就不走 我心急如焚 六神无主 趁着没人注意 迅速在她额头上 亲了一口 不行 要亲这里 林小夕指着自己的樱桃小嘴 笑嘻嘻地说 不行 我坚决拒绝 不亲还是不走 我心里疼得生起一股火来 恨不得一把掐死她 可看到她面若桃花 四娇四撑的样子 心里冒起的一股火 瞬间被一盆冷水浇灭 林小夕是女人中的极品 要才有才 要貌有貌 倘若过去我不认识黄薇薇 或者我与她不是今天这样的未婚关系 我肯定会去追求林小夕 她是男人的梦中情人 有着其他女人 难以拥有的雅致和睿智 而且她是副省长的千金 就凭这一点 就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人啊 僵实了一会 林小夕突然冒出一句话说 你答应我不去黄薇薇哪里 我台湾看一下手表说 绝对不去 你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间了 你的意思是 要是时间合适 你还是要去 算我说错了 好不 林小夕笑起来 花枝乱颤 雨好像小了些了 她似乎在自言自语 眼睛看着外面 突然一个炸雷响起 她惊叫一声 把头往我怀里拱 双手死死地抱住我的腰 认我如何劝说 丝毫也不肯放开 我仿佛觉得周身如芒 又如跌进一口滚烫的油锅里 浑身焦躁起来 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 耳朵里文件一阵脚步声 接着就看到楼梯的拐角处 出现刘启蒙书记的身影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的眼光就看到了刘书记背后的黄薇薇 黄薇薇笑叶如花 抢先刘启蒙书记 一步跨到我面前 欢乐地问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看一眼刘启蒙说 我等刘书记 黄薇薇就转过身 亲热地挽起刘启蒙的手臂 称怪地说 刘书 你这样对部下 不让人休息啊 刘启蒙慈爱地拍着她的手说 薇薇 你没看到 我不也没休息吗 你就知道心痛她 也来心痛心痛我这个老头子吗 黄薇薇脸上一红 放开挽着刘启蒙的手 过来将手插进我的臂弯里 亲密地说 刘书 我也心痛你啊 刘启蒙哈哈大笑 一眼看到站在一边 阴沉着脸的林小夕 惊讶地问 咦 小林啊 你怎么还在这里 林小夕淡淡一笑说 我在等她 她手指着我 眼光在黄薇薇身上流转一遍 伸过手来要牵我的手 我吓了一跳 扭转身子 不让她牵 林小夕鼻子一哼 倔强地强行抓住我的胳膊 指尖似乎要掐进我的肉里 黄薇薇脸上一黑 问道 你干嘛 林小夕根本不理会黄薇薇的问话 柔声问我 我们走吧 我进退不得 又苦于刘启蒙就在身边 顿时尴尬地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刘启蒙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 若有所思地点头又摇头 局面一下僵持下来了 两个姑娘 谁也不让谁 黄薇薇怒目而视 林小夕却不去看她的目光 淡淡地看着门外 我们可是说好了的 是不 林小夕一副柔情万千的样子 让我不忍拒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眼睛去看黄薇薇 黄薇薇放开我的手 冷笑着说 你们说好什么了 我摇手道 没说什么呀 哼 黄薇薇鼻子里哼出声来 既然你们说好了 就去嘛 我跟刘书记还有事 我发现自己的辩解苍白无力 甚至有些恬不知耻 刘启蒙似乎突然明白过来一样 当即笑道 确实 我和御县长还有事要商量 你们要是没事 就耐心的等等 刘启蒙是在为我解围 我朝她投过去感激的目光 刘启蒙根本不接我的感激 她沉声道 我们去县尾吧 她朝前走 我只好跟着来 林小夕牵着我的手还不想放 我安慰她说 我跟刘书记确实有重要的事要谈 等我们谈完了再说 好吗 林小夕犹豫着松开手 看了一眼黄薇薇说 好 我就在这里等你 来不来 你自己看着办 黄薇薇毫不示弱地说 我也在这里等 林小夕轻笑一声道 有人愿意等就去等 黄薇薇脸色一变 似乎要哭出来 黄薇薇的神色 让我心里难受至极 我伸手握着她的手 轻声说 微微 相信自己 相信我 黄薇薇展颜一笑道 你去吧 工作重要 雨小了许多 熄熟悉厉厉厉厉的 像三月的梅雨 一场大雨过后 天地间仿佛成名了许多 就连空气 也隐隐地带有甜香 春山县地处深山 四周高山巍峨 春山县境内的几条河 常年不合 几千年前的原始地貌 在今天依旧无多大的改变 不管外面的世界天气如何变化 春山县因为拥有这样的环境 所以年年风调雨顺 雨水冲刷过后的街道 无比干净 街边的树叶上 一粒微尘也没有 新鲜的空气流淌在枝压间 让人感觉到无比的畅快 我们走路过去吧 顺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刘启蒙提一道 好啊 我高兴地答应 两个人并排下了台阶 看到他的司机已经打开了车门 给我们拿一把雨伞 刘启蒙吩咐道 司机愣了一下 随即转身拿来一把雨伞 打开遮住我们的头顶 我自己来 刘启蒙伸手要去接雨伞 司机连声说 我来 我来 书记 刘启蒙笑道 我说自己来就自己来 打把雨伞 不会辛苦累到我 说着从司机手里接过雨伞 招呼我钻进去 我赶紧从他手里接过雨伞说 书记 我来 刘启蒙也不推辞 将雨伞递给我 雨伞不大 刚好能遮住一个人 如此一来 遮了刘启蒙我就得淋雨 遮了我自己 他就得淋雨 我不能让他淋雨 只好把雨伞尽量去遮他的身子 这样不到一会 我半边身子就开始湿透了 刘启蒙不紧不慢地走 他似乎没发现 我还在淋着雨 走了一会 他开口说 冷吧 我愣了一下 赶紧说 不冷 热吧 我莫名其妙地去看他 不热吗 两个女孩子 抢你一个人 难道你长成了一朵花 刘启蒙似笑非笑地说 都是误会 我结巴着说 是吗 怎么不误会别人 单单就误会了你 刘启蒙不满地批评我说 年轻人千万不能在这个世上出问题 出了问题 谁也保不了你 我连忙点头说是 刘启蒙测过脸看我一眼道 我记得几年前跟你说过 我连声说 是是是 书记你教导过 忘记了 不敢 不敢还出现今天这样的场面 你是在玩活 知道不 别的不说 单单一个组织部长 一个副省长 任何一个人对你有看法 你的政治前途就完了 他叹口气道 哎 年轻人总会犯点错误 我保证处理好 我信誓旦旦的表决心 你不要对我保证 这是你的私人隐私 我也不好说什么 但我要嘱咐你一句话 走稳 刘启蒙的话不畏 语重心长 我从心底感激他的教诲 可是摆在我面前的两个姑娘 我该如何取舍 成了让我头痛欲裂的事 今天找你来 倒不是别的什么事 苏西搬迁的事 我放心 我想问问你 对人事局的问题 你有什么看法 刘启蒙一下转到这个问题上来 让我一时六神无主 这段时间 我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苏西搬迁的事上去了 县里的事 几乎没过问 甚至一度忘记了 自己还是个常务副县长 按组织程序处理 我言不由衷地表态 泄密是犯罪了 刘启蒙探道 一个老干部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该怎么办 不能党内处理 我试探着问 怎么处理 比如撤职 警告 或者开除公职 都行 我说 心里想 谢天你个老家伙 闯祸了 想起当初给谢天说的话 我自己心里在打鼓 谢天的泄密 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我是曾经给他隐隐晦晦地说过 希望能让珠花与他们顺利通过考试 明白人都知道 要想顺利通过 唯一的办法就是事先知道考题 谢天是个老资格的干部 一辈子在官场跌打滚爬 有着丰富的官场经历 他会不懂得泄密的严重性 他不会做些手脚 让这么一点破事闹得满城风雨 他怎么会出现被人举报的时来 更重要的是 谁是举报他的幕后推手 刘启蒙对我的提议沉吟不语 脚下却加快了步伐 书记 您的意见呢 我再次试探 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走司法途径 你觉得呢 我一时语色 如果按刘启蒙的说法 谢天谢密一按走司法途径 他这辈子就完了 不但下半辈子要在铁窗里度过 而且这一生都被打上罪犯的烙印 万一他咬出我说过的话 这案子一定会牵扯伤我 我的背上开始冒出冷汗 加上半边身子湿透了 越发感觉浑身无比的寒了 我们在调查调查 我说 也许 这件事事出有因 春山县辉煌宾馆里 还住着中部省一大巨头 春山县的一把手 却躲在县尾大楼里 与我商量 风牛马不相及的事 这是个地笑皆非的事 我心里想 巨头来春山县 是关于春山县的经济发展 按理说 刘启蒙书记应该贴身伺候 最不济 也得抛开一切杂物 尽心尽意跟在省长的后面 随时听后吩咐 刘启蒙书记喜欢夜晚办公 这在他做县长的时候 就已经出路端倪 到了扶正做了书记 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刘启蒙的个人喜好 影响了整个县委县政府大楼 书记下班不走 其他人按时下班 仿佛是件很羞耻的事 有些人一辈子习惯了准点下班 倒像是做贼一样 勾着头匆匆往外跑 时间一久 觉得与其抱着做贼的心态 不如跟着混时间来得光明正大 于是春山县县尾大楼 没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必定滑灯齐放 所有的窗户里都透出灯光来 整个大楼里 每一间办公室里 都端坐着干部们 毕竟不是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公务 到了下班时节 大部分人手头都没事可干 但大家又不好 想着去做贼 于是关起门来 家长里短 国内国际 海阔天空 一顿乱聊 聊多了 把该聊的话 基本都聊完了 众人正在茫然的时候 机关里的几个年轻干部 摸出一盒扑克 开始来斗地主 斗地主不带财 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待就约定 谁赢谁请客 斗地主这活 老少皆宜 男女不现 这阵风一刮起 几乎成燎原之势 以至于春山县县委县政府大楼里 每到下班时节 各家都会呼朋引伴 拉开架势 斗上几个回合 又因为斗地主还是个技术活 需要交流经验 于是本来关起门斗 发展到串门去斗 而且各自代表本办公室的荣誉 不可等闲是之 鱼卫就是其中的代表 鱼卫斗地主的功夫不错 几乎所向披靡 几个月下来 把全县在大楼里办公的机关 逗了个遍 而且每次都是凯旋而归 有好几次 他笑嘻嘻地来我办公室 邀请我一起去喝酒 说都是迎来的钱 不吃喝掉 不但心不安 而且对不起书架 同时有一种说法 这种靠赌来的钱 只能吃吃喝喝 办不了正事 否则这些钱 就会让迎钱的人生病 打针吃药 花光迎来的钱 鱼卫每次来邀请我 我都会拒绝 毕竟刘启蒙在这件事上 没有态度 直到有一天 县委办公室牵头 组织了一场机关斗地主大赛 刘启蒙不但出席了 开赛的启动仪式 还亲自上阵 操刀完了几把 事后刘启蒙总结说 斗地主是丰富干部群众 生活的一种 休闲娱乐的好办法 不但促进友谊 还能开发大脑 那次大赛 鱼卫代表我办公室 取得了冠军的荣誉 县委办居然还送了我们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 丰富业余生活大赛冠军 鱼卫想把锦旗挂到我办公室里 说为了这面锦旗 他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 我坚决不同意 我堂堂一个常务副县长 办公室里挂着这么一面锦旗 是何等的不伦不类 最后锦旗被挂到小车般的墙上 鱼卫逢人就说 这是我们政府办的荣誉 这段插曲在纪委的反对声里 演其息鼓 纪委书记反对在办公室里斗地主 说县委大楼里 是处理国际民生的办公场所 怎么能把市井生活的东西带进来 这要是传出去 丢的不是春山县干部的脸 丢的是民心 刘启蒙也赞同纪委书记的意见 于是县委办又下了一道禁令 严禁在办公场所开展斗地主等娱乐活动 地主不能斗了 又无所事事 人还不好意思先走 整座大楼里 每到下班时节 是最难熬的时刻 刘启蒙书记还是雷打不动的下班不走 于是我找来魏严 让他去组织一场读书活动 县委县政府里上班的人 都是读书人 一辈子读的书够多了 对读书活动一点兴趣也没有 眼看着读书活动要流产 我便叫魏严散步 风声出去 读书活动有大奖字号 反正无聊 又有大奖挡战 于是机馆里的所有干部 都一窝蜂地去读书 把原本一年到头 无人问津的县图书馆 弄得热闹无比 连几十年前的书都借了出去 读书活动规定 读完一本书 要写心得体会 这些心得体会 就是评讲的基础 县委有一本内刊 连续几个月 都是读书的心得体会 把一个春山县 弄得跟汉林院一般 我之所以说要调查调查 就是源于过去 在对待斗地主 和读书活动事件上的一些决定 刘启蒙对我的提议显得漠不关心 冷冷地笑了几声后说 既然要调查 这个事干脆你去负责 我连忙摇手拒绝说 这些事都应该纪委出面的 刘启蒙对纪委有想法 当初斗地主他是支持的 但纪委没给他半点面子 直接否定 理由冠冕堂皇 让刘启蒙找不到着力点 仿佛哑巴吃了黄连 有苦说不出来